主料,普通面粉156克,水177克,蜂蜜20克,酵母1克,主料,普通面粉156克,奶粉20克,酵母1克,黄油42克,粘5克,玉米油42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将主料中的面粉,水,蜂蜜,酵母放在不锈根盆人搅拌2分钟, 成酵均匀像固状,搅拌均匀的面固,将辅料中面粉,奶粉,酵母称豪,搅拌均匀,将混合粉类均匀倒在固壳面固上,锻炼面筋的强度,盖上保鲜膜,室温下发酵1-4小时,2小时后,覆盖的面粉被顶开出现裂纹,加入软化的黄油,用一个木勺从中间开始搅拌,合成面团,回浇面板上扫干粉, 将面团拿出来,揉5分钟后盖上,保鲜膜仅15-20分钟,继续揉5分钟,不锈根盘表面抹上油,将面团放进去发酵,表面盖保鲜膜,室温下发酵1-1.5小时,面团发质2倍大,按压排气后盖上保鲜膜,在冰箱中冷藏至少1小时,最多24小时,将面团取出来,改成厚度0.5厘米的长方形面片, 没有专件无据,就用不锈钢板代替,切成圆形面片,重复这个过程,放在不沾烤盘中,垫饼成刷油,将圆形面片放在上面煎,一面煎好后翻面煎另一面,用刚将煎好的饼从中间一分为二,继续煎至焦黄,一旦打到垫饼成中,煎好,猪瘦肉一块,切成薄片,用大好大烤肉酱 腌制2小时以上,煎好,依次摆好即可,烹煎技巧 第五步,如果喜欢耐满饭的酸味的话,可以在室温发掉1小时后放冰箱冷藏8-24小时,由面前1小时拿出来 即可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